送黑法人的过程当中 有伤烈的发让我止伤 自身慈激志工丁林采 大儿子因口腔癌往生 当年小儿子丁志华埋怨家庭 对自己疏于照顾 好在有志工耐心关怀 让他逐渐打开心房 现在和妈妈共行菩萨道 慈激是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做 而是有用心就一定能够 把事情做得好 我会把妈妈照顾好 然后努力学习精进 让慈激的进食法脉 能够继续传承延续 同样和妈妈携手行善的 还有卓清辉 从小对任何事都愤愤不平 对妈妈严母的教育更不谅解 后来借着不断参与志工活动 改掉自大的习气 诚心忏悔 希望把慈激人给我们的关爱 我们可以把它延续下去 其实师父创造了慈激 让我们家庭的关系改变 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福田可以耕耘 在慈激这样复苏 我觉得很好 年轻人单起使命 在桃园更有1203对夫妻 同心同道同志愿 为人间复苏 就如同中立乔义坊的志工 让雨散布发挥不同价值 志工们也发愿要造更大的福田 邀约更多人来行善创造人生的价值 大爱新闻 谢云山梁家明桃园报道 感恩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